馬錫慧在三點的時候已經在新加坡香格德拉飯店登場了 悠閒TV採訪團隊帶來現場最新消息 我們立刻連線特派記者沈永沛 從一般的民眾的安檢門來走到會場內 還和現場的民眾微笑致意了 那麼兩個人進到會場見面之後 率先登場的就是歷史性的一臥帶您來看稍早畫面 好 場內非常精彩 但是場外也是衝突不斷 稍早有一個來自台灣的女生 她是拿著一個台灣的國旗 那似乎是想要表達她的意見 但是引發了一些小小的騷動 不過她已經被這個飯店的人員 工作人員是趕出了門外 現場是非常的衝突不斷的 那麼會場這個香格里拉飯店 其實從裡面到外面都設下重重的安檢關卡 飯店外面的這些車輛 必須先經過探測器掃描才能夠進入 那麼武裝的警察也帶著瓦斯槍 那麼賀槍實彈來守住這個飯店 那麼最受矚目的就是飯店的外牆上面 是照上了這個藍色的布幕的 要為了防堵狙擊 維安可以說是做到滴水不漏的 那麼這場歷史性會面也引來 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 稍早在馬錫會握手的會場 因為媒體卡位 因為第一排都全部被陸媒給佔滿 也引發其他媒體不滿一度的爆發衝突 好的像是我們在馬錫會的現場 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況 我們再將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